Hey guys, this is Yasmin, I will come back to my channel again Sometimes I look in the mirror and think I'm a unicorn I'm a bitch bitch 马上就要到圣诞元旦了嘛 在这种节日氛围下 其实我觉得最开心最幸福的事 就是给身边的朋友去挑各种礼物 不过说实话这事也特别容易 也没有头绪 送太贵的吧 不是特别合适 所以主要是合心意 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就整理了一下 送朋友 送亲人 送你亲爱的leader 送同事 送男朋友 应该是所有人了吧 送他们的一个礼物请单 价格呢会从十几块到两百多不等 保证每一个都能送到他们的新卡里面去 OK, let's get it started 我们就先说一下送朋友送闺蜜的好了 伴我身侧的有三种女人 微柔贤惠顾佳心 上进的学霸女强人心 酷萨的社会辣妹心 这三种女人都得给照顾到了不是 微柔贤惠顾佳心的 其实我买的礼物 这个已经到了 毛绒尔圈 我现在耳朵上戴的是一个同款 本来是我给自己买彩色的毛绒视频 让人看起来就有一种特别温暖 特别愉悦的感觉 毛绒的看起来很温柔 但是它做成了这种圈圈耳环的样式 佩戴起来也会显得整个人会更有气场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种走温柔小女生路线的朋友 送这种毛绒尔圈就是一个 哇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圣诞节带着这么一副耳环 拆礼物 这个画面想想都特别美好 下面一个呢是一个49块9的香薰镜油 这个还在路上还是没有到 所以我会在这边或这边放一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说实话我对香薰镜油的热爱 无论之前在英国还是后来在上海精致女人的圈子里面 都没有被培养出来 但是呢送身边的精致的女人香薰镜油这个习惯 那我是非常有 这个我当时翻到它的时候就觉得 哇它真的很特别 一共是有两个选择 一个这个绿色的是绿野仙踪 买的这个叫清新之水 柑橘调就是有那种心晃神异的感觉 我朋友可能会喜欢这个多一点 回看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写 底下一定要垫一个那种大理石的垫 但是这个玩意我真的没有 我觉得我朋友应该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就 手势收纳盒 当时看见它的时候 反正就圆不隆东的 虽然非常不适合我 但是某个温柔可人而的女人 她一定喜欢 从设计上来讲 她比那种开盖的 一层一层抽屉拉开的那种 会更加一目了然一些 而且她的存放量也很大 颜值够萌 而且实用性又强的礼物 为什么小妮子们应该不会say no吧 接下来这些礼物就比较设计送上进学霸 女强人型的朋友 这类对于我来讲不是太难 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这个类别里面的 所以I know what I want 这个365天的一个工作手账本 或者说叫生活计划本吧 今天刚刚到货 然后我看了之后 我自己突然想给自己买一本 如果你身边有希望自己会更自律的 平时要处理的事情 处理的工作非常非常多的朋友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 她这里每个月在开篇的时候 都会有一张这样的大的table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机要 然后再往后翻试 最关键的是学习计划 旅行计划 健身计划 理财计划等等 再再往后 就是每个月按天记录 你每一天的工作 才不到20块钱 一共是有好几个颜色 我觉得绿色跟蓝色都很好看 电子显示的时钟 这个是因为我本来要买一个新的挂表 因为之前秒针 它会哒哒哒走出声音 迪伦对那个声音就特别不耐受 他说睡不着觉 本来我是想替换一个 那种非常传统的秒针 没有声音的一个时钟 但是我刷着刷着 我就找到这款了 非常的简单 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无论放在桌面上 或者是挂在墙上是都可以的 顺便是既可以显示日期 还可以显示温度 还可以作为电子闹钟 就是在设置的时候 我觉得得会稍微得花点工夫 既有装饰做 而且晚上可以设置到那种常亮的模式 去当做一个小夜灯也是不错的 放在宿舍也是一个特别漂亮 是一个很好送的礼物 再下面这个会有一点点的小柜 如果你已经工作了 有一定的收入 我觉得这个礼物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269块钱的便携式咖啡机 咖啡真的已经变成了 我们这种社会打工人的救命稻草 就是每天一定得来一杯 这款随身携带的小咖啡机 特别适合作为礼物去送给常常在路上的朋友 因为我是有一个做销售的朋友 他不像我们天天坐在办公室 如果想喝咖啡的话 随手就叫一个咖啡送过来了 他几乎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移动的过程中 开车去这里 或者是在路上去那里 有这样一个咖啡杯的话 就能 咖啡机的话 对就能保证他 想喝咖啡的时候就能喝到 体积也不会很大 就是比较便显 然后手动那款会稍微便宜一点 大家可以看需求去进行一个选择 如果你的朋友是那种时尚辣妹型的 北京常常混迹85期 在上海常常混迹muse mint这种 推荐你下面几个礼物可以参考 最好选的 而且选择也非常多的 就是那种几十块到一两百块钱不等的 荧光色的那种织帽 不仅仅是在冬天给他送去一份温暖 而且最主要的是送荧光色 那肯定是对他驾驭能力的一个认可 戴上他 哇 分分钟便扎姐女孩 而且也是非常有节日的氛围 具体有多荧光 哪种荧光色 什么颜色 或者是什么样的款式 哪家店买 不给大家去做一一例举 按照女朋友的脸型 按照她的喜好 对颜色的喜好 去给她挑选就可以了 哇 这么看好像我还有蛮多帽子 下面这个 我觉得虽然算不上什么潮流前线的单品 因为它确实在市面上已经存在了 至少都有两年了吧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这种链子 仍然它非常的适合 酷拽戏的女生 它既可以很低调 外套穿上其实是不太能看得出来的 又非常的暗藏小心机 因为当你外套脱掉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那个全场最亮的牛 那个亮和那个亮你都沾了 带氛围感的视频 它的质感还是比较重要的 尽量去选一个质量稍微好一点的 别急 咱们肯定是落不下病天作战的战友们 同事 还有咱们亲爱的leader大人的礼物 我也想好了 先来分享一下给同事的吧 这瓶子我已经 应该有它两年多了 我是17年 还是18年的时候去体检 然后医生当时就检查出来说我有结石 当时给我吓的 医生就问我是不是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喝水的好习惯 就算是嘴里含着一口水 我也非常非常的难把那口水给咽下去 医生当时就建议我 一定要多喝水 一定要多喝水 不然靠自身把那个结石吹下去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水瓶子当时是我给我自己买的 一共是1000毫升的 一天你至少要喝这样一瓶 一旦工作非常非常的忙起来 就算是饮水机在边上 你也真的没有那个时间 没有那个心力去接水喝水 所以有这么一个瓶子在手里的话 过了一上午过了半天之后 你会发现我连一半都没有喝 可能才喝这么一点 那我整个下午就会很痛苦 就硬着头皮把剩下这么多给它干掉 时间久了你就会慢慢慢慢的去养成 在一天里面去平均的喝完这一瓶水 再下来一个是一个卡通的相框 工作团队大家关系都非常的融洽 非常不错 就可以选这种定制相框来做礼物 一个是摆在工位上 蛮大程度上能够提升工作融洽的这么一个氛围的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有要离职的同事 送这个礼物也是非常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吧 小黑树日历 它其实有一点点恶搞的礼物了 一个意思的编离条 每一张上面都会写一些吐槽职场的话 这个小玩意儿就会给打工人的生活 可能增加更多的乐趣 有同事号这一口的话 送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 分割线在这里 上面是给同事的 那下面呢就是会比较适合 我们亲爱的leader的一些礼物 送给老大的礼物 我觉得真的不能太过 就是你要放一点小巧思在里面 同时又要让这份礼物 承载你对它满满的爱 这边我有整理了三个比较适合的礼物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个是一个小的颈椎压磨贴 这种贴的 想在不同的部位用都可以 比较有效去帮助缓解肌肉压力什么的 无论是在办公室 还是在其他的场合 都是可以用的 还是一个比较贴心的小礼物 下面一个是一张到货的 我正好感受了一个双十二 所以有些店 它发货的时间就比较晚 到货的我还是可以给大家先看一下 故宫的织绣日历 这个实物要比图片要好很多 意料之外的惊喜 如果你的老大跟我的前老大一样 就是比较文艺 然后非常喜欢历史古典的东西 传统的文化 这个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个是一个铜环 可以这样卡在这一打指的 这个小孔孔里面 这个日历的部分 这个包装我就不拆了 每一页都有文物的名称 还有文士的一个文化解读 反向一下这个日历 可以在我前老大的桌子上放着还是挺有盘面的 懂得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喝烫的水是对身体非常不好的 这个保温杯垫的话 它有两个温度 一个是45度 一个是55度 很温的 尤其现在是冬季嘛 我觉得就送这种小礼物 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非常贴心的 如果想要更贴心一点呢 还可以附带一些花茶什么的 送给家人长辈的话 我今年首选就是智能药盒 早几年确实是在英国看到 用智能药盒的人会比在国内更多 这几年其实在国内慢慢的 这个智能药盒也被更多的人去发现它的好了 可以绑紧手机提醒你吃药 尤其是那些需要吃很多不同种的药 然后每一种的药 它吃的频次什么的都不一样 所以有这样一个智能药盒 其实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送家里有这样需求的长辈或者亲戚 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 下面这个是给我老爸发现的一个 电动拔罐刮沙仪 真的我就觉得应该不只是我爸吧 对于什么中医啊 养生啊 什么针灸啊 拔罐刮沙这种东西 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 无比 痴迷的那种兴趣 家里我知道它原本是有一套 打火罐的那个小箱 但是每一次拔罐就是特别的麻烦 所以今年我就打算给它买上一个电动的 如果说你家里面的长辈 对于中医的这一大套不怎么感冒的话 其实也可以送我早几年 就是有送给我爸妈一个电子血压仪 可以连在一个APP上面去用 我们家每次来客人 我爸妈都会把那个仪器给它搬出来 然后每个人这样手臂使得去量血压 我觉得这种产品啊 一个是能让他们比较好的 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一个追踪 另外一个就是在他们的社交这条路上 可以帮他们走的非常的远 交到非常多的朋友 可以加热的围巾 这个围巾我觉得也是挺适合送给长辈的 一共有三个温度可以调节 除了可以围在脖子上 还可以缠在腰上 早晚散步啊 或者是出门健身什么的 也不用担心着亮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充电的事情 有点类似暖手宝那样 但只是它是一个围巾的形态 像有骑车上班习惯的同事啊 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都是可以送的 在最后来说一下送给暧昧对象 或者是男女朋友的礼物 尤其是送给异性的礼物啊 它其实送的不是礼物本身 而是你这个礼物背后 暗藏的一些小心机 小心思 因为你送出去的这个礼物 还蛮能代表你自己的 所以其实就是在潜台词上告诉他 我是这样一个人 我想干这样一个事 第一个呢 推荐给你们一个 秃头大胃的一个香薰蜡烛 我有一个特古灵精怪的姐吗 送了这样一个蜡烛 我给他刚叫我们不久的小男友 男生呢就觉得我这个姐们 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 两个有趣的灵魂 一拍结合 把这个放这儿推荐 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小的小妹子 可能会比较喜欢 但是到了我跟迪伦这个阶段 一个是恋爱谈的也是非常有年头了 我们的年纪可能也是到了一个 会去更加追求实用性的一个年纪 所以一般可能更加会倾向于 送一些实用性的礼物 像接下来这个剃须刀 说剃须刀的话 我总觉得它是电动的 叫它刮胡刀好了 我有听国内的一个简文说 送男生刮胡刀的意思是 请吻我 即将确认恋爱关系 或者是刚刚确认恋爱关系 然后你送给他刮胡刀 是一个还蛮合适的礼物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每次拿到那个刮胡刀 在刮胡子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你 而且在这个礼物送出去之后的 某一天 你就可以拿这个刮胡刀提议 亲爱的 我来帮你刮胡子吧 一个男人能同意你给他刮胡子 那得是有相当大的信任 多浪漫一件事 再下来呢 这不是快过圣诞节了吗 所以我就挑了一颗桌面的圣诞树 高材40厘米 而且它会有一个透明的桶 所以不用的时候就可以在收纳的桶里面去收好 也不会占很大的地方 在国外的话 大概1月5号之前 这个圣诞树就要收起来了 如果不收束的话 就会有bad luck 具体是什么原因 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自己搜索一下 今年的gift list 我能想到的就暂时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比较暖心的 或者是一些很特别的礼物 也可以在评论期给我提供一些新的点子 Anyway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No braces Hope you loved this video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Bye